8月4日,新疆喀什市库姆戴尔瓦扎街道七里桥社区居民开始免费核酸检测 记者在该社区的三个核酸检测点看到,采洋工作有序进行,民众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点设有遮阳棚,每隔近两米白有椅子,民众戴着口罩有序待检 据了解,七里桥社区是喀什市人口较多的社区 当日,辖区内六个小区设有九个核酸检测点,预计为4973人进行核酸检测 这两天我们是从31号开始,对整个辖区的居民群众全覆盖地开展核酸检测 首先是第一步从我们的基层干部和公安干警一线的干部开始做 然后1号开始我们对这个分阶段,分这个小区,对这些小区居民开展这个全面全覆盖的核酸检测工作 预计今天全部,这个全方面的,全覆盖的结束这个对居民群众的这个核酸检测工作 采访中,志愿者反映情况称,小区里一位老人血压升高,身体不适 医疗保障组医务人员随即赶到,做了诊治,并为老人送来了浆压药 负责19个小区的所有居民的这个关于健康出现中间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要必须要赶到 另外呢,我们对他们那个居家隔离的这一块的病人 就是也要第一时间赶到,应该说从7月26号开始,我们一直在科室 没有离开过岗位,但是我们的人呢,就没有叫过苦 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干的,所以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 这个,咱们这场疫情一定能够达胜 记者在七里桥社区明望景城小区门口的超市看到 现在小超市已经成为了社区志愿者配送货物的地方 34名志愿者每天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有时候甚至到晚上的凌晨到2点 工作量很大,有些地方嘛,做得不到位的 希望居民朋友嘛,多多理解,多多支持 大家都是为了这次抗鱼,希望疫情早时过去 早时恢复啊,正常生活 记者从喀什地区商务局了解到 目前喀什地区18家大中型超市的米、面、油、肉、蛋等10类生活日用品供应正常 品种齐全,可保障各族群众生活供应 品种齐全,可保障各节的本子 是更新的自省,要活 concept